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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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个残废都收拾不了 真是两个废物 记住了 宋玉瑶是我张义的女人 从今天开始 你们这些阿猫阿狗都给我离远点 没问题吧 张义 快放开我 别忘了你是个什么角色 我是个什么角色 曾经的我 是一个彻头彻为失败的人 你们 放开那个女孩 所有事的起源 都源于我年少时的一次血迹放钢 却没增强 因此惹上了一个富二代 孙志阳 而那个女孩 竟失口否认被欺负的事实 还与孙志阳继续搅合在一起 爸 父亲的腿 自此 我性格大变 胆小怕事经常被人欺负 张义 可那个女孩 却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与玉瑶 一并踏入了东山大学的校团 虽然生活仍旧糟糕 但只要有她在 似乎一切 又慢慢好了起来 可生活 没有就此放过我 就是这样一个好女孩 最终却被好友出卖 征战的过程中 会不让对方得逞 毅然跳楼自杀 保全了自己的亲爱之身 昏昏噩噩噩地过了几年 直到无意间 踏入古传宋镇 我来到了一个 可以修炼的世界 又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万族最强法门 在这里 我找到了复仇的力量 我定要修成 盖世王体 打破未免壁来 回去复仇 可在我以为 自己足够强大 欲要破开仙门时 还是失败 却没想到 因此误打误撞 又转身回到了 最开始的地方 东山大雪 张义 张义 你没事吧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不管我怎么变 我还是那个张义 始终不变 哟 这么肉麻呢 看着一大群人围着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 没想到是你这个窝囊费啊 张义 还真是打扰到周慧小姐的雅兴了 好了 周姐 别这样说张义嘛 她人很棒的 雨瑶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你忘了明天郑公子 可是请咱去酒会了吗 早点回去准备准备吧 可 可我还没决定去不去的 那张乔惠 等等 雨瑶 张义 你也不希望我去吗 红蒙子气 对啊 如今 已不同往昔了 没事的 去吧 多认识认识人也好 那我就去吧 我先回宿舍了 你早点休息 这一次 我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 人王诀 乃宇宙万族中最强法诀 而鸿蒙子气 乃混沌未开的天地本人之力 乃先加必争之力 我只在上次天解中亏的子气 没想到 竟因此得以在这个时空炼化它 重修人王诀 以鸿蒙子气铸造人王体 只待人王体大成 怕是那最强仙气 也奈何不了我吧 不过 方才练到人王诀第一层 看来地球灵气稀薄 以后的修炼 怕是会很艰难了 哈 这灵波动 我无成 夏龙 夏龙 您没事吧 你 你们快走 灵力 灵力 夏 夏龙 我要更多的灵力 不好 我夏老曾魂入魔了 快去请吴先生过来 你所练的这道法门不适合你 若继续修炼 轻则金断残废 重则性命不保 灵气 这重沛的灵气 即使便借你小子的灵气 来成全老夫吧 也罢 相逢极是缘分 我便祝你 一臂之力好了 果然是这样 这套功法 恐怕只有基础的土纳之术 当人修炼到一定程度时 功法便无法支撑 让他化解灵力中的杂质 方才走火入魔 就是你小子 安静点 你 吴康 不得无礼 夏老 都退下吧 在下 夏国雄 为向今日练功 闲些走火入魔 多谢先生 及时出手相助 老先生客气了 相逢便是缘 只是老先生应是有旧伤吧 你修炼的法门刚忙 若是继续修炼下去 恐有性命之忧 仅是一眼 便能叹清夏老的问题 这下子到底什么来头 先生 可有解决的法子 既不合适 我改了便是啊 若是你放心的话 不如将功法交给我修改 修改功法 您接无数大人智慧的功法 岂是一般人能改的 可 这位年轻人 怎么 老先生不信我 此时下架 还需我继续撑着 这位年轻人 或许真是上天 派来助我一笔之力的 只能这样了 先生说笑了 劳烦先生帮忙指点一番 果然如此 老先生放心 我大抵知道这本功法的诀窍了 修改起来 也算守到前来 我先走了 待功法改好便联系你们 恭候先生加音 夏老 您就这么相信他 这修炼秘籍 无妨 对于古武宗师来说 我那本修炼秘籍 可入不了法眼 天青龙既是古武宗师 玉瑶 今天是我们姐妹的聚会 你把她带来干嘛 我是玉瑶的男朋友 她去 我自然也要去的 再说 你不也邀请了其他男生来 玉瑶 你真的跟这家伙 确定关系了 嗯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真是便宜这臭小子了 玉瑶 你可要给我准备礼物啊 放心吧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一份大礼 大礼 你能送得起什么大礼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 叫你准备的事 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郑少 您就放心吧 东西备得足足的 绝对不会误了您的雅兴 郑少 不来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啊 按来今晚 有的忙了 早就听闻宋大萧花的美名了 没想到 今日还能有心请的 还请宋小姐 随我往礼包厢去 啊 这 这年头 流氓都开始装绅士了 郑少 客气了 洛爷不远 我带雨瑶进去就行 这小子 什么时候过来的 雨瑶的男友张义 兵皇家的大公子 可不会吝啬我一人的酒水吧 张义 对郑少怎么说话的 人家要和你握手了吗 快松开 哪里哪里 来者都是客 这周会怎么办事的 怎么又多出了个男朋友 谢了 里面请 里面请 我没想到 周会居然约我来了这儿 你要是不喜欢 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吧 放心 有我在 你去查查这小子的身份 顺便叫王龙 来包厢外候着 要是有事 直接做了他 镇上放心 我这就去办 对了 宋大小花 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啊 我竟然都不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和张义在上大学前 就是同桌了 收货子干嘛 莫非 求是有问题 好了 先别炫耀你的男朋友了 你赢 今天郑少请我们来 我们也敬郑少一杯吧 喝吧 喝完我才好办事 果然是这样 我 好热 诶 周会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好热 这都能弄错 这你是个废物 镇上 我查到了 这个张义家里 没什么背景 据说他爸 还是个瘸子 这样就好办了 喂 你叫张义是吧 这张卡里有十万 拿着卡滚出去 接下来 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张少男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小美女 我想花十万 向你男朋友买你一碗 你猜 你是穷狗男朋友会答应吗 你 张义 还不懂吗 小美女 你男朋友已经把你卖 抱歉 这下可以把嘴闭上了 王龙 出事了 快进来 张义 想惹麻烦 就快放开正少 放开 我和他的仗 还得慢慢算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惹到正少了 正少你早被人提起来了 还在那儿乱去干嘛 快来救我 正少放戏 让我来看看 这小子的血是什么颜色 你小子也是个练家子呀 这点权力 在爷这种鼓舞练体者面前 只怕是在刮杀 知道你是没脑子 只会练体的人 是 把你带来的人带来 是 主人 老大 这是干嘛 老大 正少还在 别 别抓大力啊 长技 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 我可是要看看 你这破功夫 能挡下死蛋吗 糟了 今早给夏老疗伤 灵力消耗太大 恐怕发动不了人王绝了 黄八蛋 你不是很能打的吗 怎么 现在说不出话了 张义快跑 疼疼疼疼 疼疼疼 疼疼韩詞 疼 published Passolly 你们这段狗男女 evident 谁都必须离开这里 疼疼疼疼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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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你觉得今天到底是谁走不出这房间 我 我 放我走吧 我想妈妈做的饭了 你这恶霸人生 给我支愣起来啊 怎么搞得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 是谁在这里哭爹喊娘的 也不怕坏了老子的生意 爸爸 这是我儿子 爸爸 快救救我 这对狗男女 你一个都别放过 好你个毛小子 敢在老子的地盘弄我儿子 找死 我说你小子 我让你帮我找人 你在这磨磨蹭蹭地做什么 吴爷 那个我儿子 张伟你死定了 吴爷和我爸都在这 你敢动我 小吴 怎么才来啊 小吴 你怕是被吓得失了痣 你可知道吴爷是什么人物 张先生 张先生 不好意思来晚了 夏老抽不出身 便派在下来接你 夏家的夏老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 无妨 东西我已经弄好了 只是你也见到了 现在有点小麻烦 先生客气 这点麻烦 在下帮你解决便好 糟了 惹上这好人物 我儿子 张先生 是我教养不佳 让犬子麻烦您了 让我带他给您赔礼吧 赔礼 他想要欺辱我女朋友的事 你也能带赔 这 爸爸 别听这个穷小子的 他在诬陷我 快叫人尽量把他做了 什么事都没了 闭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日里做了些什么恶心人的事吗 张先生 尽管罚他吧 只要留犬子一条性命 如何都好 这可是你说的 郑老板 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 没问题吧 不敢不敢 张先生 吴爷 慢走啊 张先生 您就给了那小子一拳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那一拳 足够废掉他的灵根 恐怕他以后都不敢为非作歹了 对 我差点忘了 这一千万 是夏老托我转交给您 答谢修改功法的酬劳 夏老知道 您不在意这些身外职务 但 还请您务必收下 算夏老的一点心意 既然是夏老的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千万 我的天 原来钱是这样赚的 这下子恢复灵力的药材 不是有多少买多少了吗 张先生 其实夏老还有些事想和您细谈 若是您有空的话 我送您过去 正义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说 啊 小吴 你先上车吧 我等一下过来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对不起 正义 之前你让我和周慧保持点距离 我没听 没想到今天 就会发生这种事 还把你牵扯进来 傻丫头 之前我不是说 要保护你吗 哪是把我牵扯进来啊 哼 我可不傻啊 这样的誓言可不要乱说 免得以后我失望了怎么办 正义 你这些天变化挺大的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 只是 无论如何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别忘了 还有我在后面担心你 玉瑶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你 或许 他真会完成自己的誓言吧 玉瑶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 要我送你回去吗 玉瑶 我送你回去吧 顺便聊聊天 真是灵魂不散 不用麻烦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别见外马 伯父伯母可是交代我俩 要好好相处 方便以后结婚的事 赵金城 我再警告你一遍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绝不会 为了你我两家的关系 和你结婚 既然我爸妈 这么看得上你 那你和他们结婚好了 告辞 果然是个 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也好 我便让你看看 那个穷小子 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张先生 既愿意帮持我夏家 便是夏家的荣幸 若是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开口 夏老客气 不过 我还真有一事想起 先生 尽管开口 夏老客见过此 有点印象 似乎是燕金某个大家族的富二代 果然有问题 张先生 与这小子有过节 当年此人设局 将我父亲推大手 差点毁了我的事 当时我没察觉什么 可现在想来 燕金的富二代 何必大费周章来这闹事 那么 先生的意思是 我想这其中必有隐情 还请夏老帮忙查查 这个人身后的势力 张先生 尽管放心 我马上派人 把这事查得清清楚楚 那便麻烦夏老 应该的 张先生的事 便是我夏家的事 大哥 你可得帮小弟报仇啊 你看张义把我打的 这伤疤 虽然留在小弟的脸上 却是打在大哥 您的面子上啊 张义 那个窝囊废 那小子 不知从哪儿学了武术 我们三个人 被他一个照面就打倒了 有点意思 正好小爷最近没人陪练 走 去会会他 张义 张义 等等 朱浩 什么事这么着急 快 快跑 李强 李强找来赵子航 要报复你 赵子航 对 就是我 小爷便是赵子航 真的 居然真的是赵子航学长 不愧是杀星圈 个舞蹈决赛的男人 学长好帅 听说你是个配得上我的对手 来切磋吧 没进去 溜了溜了 说好是个狠人哪 在学队的力量面前 可由不得你 能尽其苦者 还没完呢 下次打狗可要学会先看看主人 滚吧 修为没提上来之前 真是憋屈 看来 值得用内招了 只是这么多人 学长 现丑了 谢谢谢谢 若是暴露了人王体 恐怕后患无穷了 有了 阳光 好帅 好帅 喂 那个刮痧的 是我一级完全体的红衣裙 还仿佛像个无视人 真是恭喜你啊 成功吸引了我们注意力 你刚才是有说过绝对的力量吗 死吧 这是 人次挖刑 可恶 好快 只有这种程度了 我死 终于能看清了 这 这是 居然是赵子航学长 说好武道会决赛选手呢 他也不过二 不会吧 怎么会这样 就这 没想到当年的鼓舞天才 也泯然中矣了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就少说几句吧 就是就是 喂 玉瑶 怎么了 那个 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们想在过几天的生日宴上 见见你 现家长 张先生 张先生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张先生 里面请 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来取尚武托夏老帮忙准备炼丹的药材 夏老这次遇上了些麻烦了 麻烦 岭南一带 还有敢惹夏家 今日东方家族忽然赌上全部身家 对夏老发起挑战 不知用了什么妖法 夏老有些 赌上全部身家 有点意思 张先生 就是这儿了 张先生 就是这儿了 这 这灵力不是他的 肯定有人在暗地帮他 这人有些古怪 果然如此 难怪敢赌上全部身家 不过 也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看我的 人王硬可以把灵力 化作各种形态的兵器 等我把你的乌云吃掉 看你怎么把灵力传给别人 放开肚子 吃掉它吧 你们看 街上的乌云 被一条黄色虫子吃掉了 真的是虫子在吃乌云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不是什么虫子 这是人为操控的灵力 难道有高手在场 是他 这 怪不得输进来的灵力 突然消失了一般 雕虫小技 我去 这一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是 我眼花了吗 不 定是有高人在斗法 就算你是孙悟空七十二变 也逃不过我二狼神的手掌 夏老头 你输了 张先生 快帮下夏老 他快坚持不住了 不急 这黑色灵力 妄图吞噬我人王瘸的灵力 简直是自找死路 糟了 黑鹰要暴体了 可那股力量 明明被我的黑色灵力吞噬了呀 我去 怎么回事 这 这股力量是 夏老 这是张先生施法借给你的灵力 东方无心也是借用了别人的灵力 怪不得 这东方老鬼突然变强了这么多 现在 有了张先生的灵力 东方老鬼 打命来 慢着 夏国雄 你孙女在我手上 什么 凤儿 东方老鬼 你好卑鄙 胜者为王 夏国雄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否则 你孙女就是被你害死的 这 想不到这东方无心这么无耻 说好的笔泪台 竟然玩音呢 这下麻烦大了 夏老对这孙女的疼爱胜过一切 小巫 一会儿我喊上你 就立马冲上去 救夏老的孙女 记得要快 可是我再快 也没他们的刀快啊 万一我惊动了他们 他们把人杀了就坏了 别担心 人肯定会没事的 听我的就是了 孟子魂兽 先给我载在他孙女头上来两拳 看夏老鬼你是要加业 还是要你孙女的命 你敢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 小巫 快上 夏小姐 你在干嘛 刚刚 发生了什么 凤凰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先生 刚才多亏张先生 才安全把你救回来的 谢谢 控魂术不仅过度消耗灵力 反射还非常厉害 现在这身体 还是得慎用 小意思 这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如何救的我 东方老鬼 这下 他有什么把戏 竟敢动我孙女 夏老哥 我认输我 我身家都给你 看在认识多年的份上 你饶我一命 丑陋 这是我给你的警告 下次再敢动我孙女 定许你狗命 拿上来吧 我可没有强迫你 你应该是自愿的吧 对对对 我是自愿的 怎么回事 说好的 有你在我必胜的呢 我被你害得 身家都输光了 今日有高人在 不意久留 等我三日之后恢复元气 必定血洗云乐时 三日后 我失去的要加倍拿回来 我们走 是谁又在吗 爷爷 张先生 多亏你今天相助 要不老朽 可能要输光家业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东方无心 向来不老实 但是今天 竟敢公然带人 来我下家挑战 却是反常 还有那个暗中 相助他的黑袍人 手段诡异 不像我云乐似的人 看来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老夫和凤儿 称张先生救命大恩 无以为报 这东方家的产业 老夫拿着有亏 还望张先生不要嫌弃 这产业 理应是张先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我这人一向懒散 不会经营 那就交给你帮我打礼物 虽然感觉得出 这夏老师害怕暴风 极力拉拢 但是有了夏国雄 这份事 对于布局整个云乐 是极为重要 到时候揪出 害我父亲背后事例 就简单多了 这人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爷爷和吴叔叔 都对他如此恭敬 难道 他真是个高手 爷爷 你不是说 要给我找个师傅 教我功法 就让这位易先生 教我怎么样 正好 让我试试你的虚实 这 这就要看张先生 有没有时间了 我这两天有点事 待我办完事 倒是可以指点 风儿小姐一二 毕竟男人手短 也不好直接拒绝 既然张先生 这么信任老朽 老朽一定不负所托 替你打理好家业的 对了 我准备 练几副丹药 你帮我按这个单子 弄些药材来 还有 最好帮我准备 一处偏僻的房子 小巫 这事情 就交给你了 以后张先生 吩咐什么 你照做就是 是 上了 我去 我只说要一处偏僻的房子 这就给我准备一所 这么豪华的别墅 看来这下楼很靠谱 糟了 忘了让他们准备一座炼丹炉了 这个也不错 好久没练过丹药了 用这个锅炼丹 就是有点怪怪的 总感觉在炒菜 不过只要控制好火候 就算电磁炉也能炼制成功 虽然效果没有炼丹炉的好 这副药丹成功的关键 就在这株草药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成了 张义 你到了吗 我们在一楼大厅 你直接进来就能看见我们了 看什么看 一副穷酸样 这地方是你来的吗 这笑得够顺人的 张义 这边 姑妈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张义 是你 你们认识 看他那一副穷酸样 我怎么可能认识 也不算不认识 只是刚好在门口遇见 看见姑妈从一个男子手上 拿了一张什么东西 好像是银行卡 你 那不是赵家少爷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听说这人在追求雨啊 已经三番两次上宋家提亲了 估计这次也是趁宋家生日宴来提亲的吧 嗨 雨扬 雨扬 这位是 我男朋友张义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你男朋友了 这男的义父穷酸样 哪里配得上你啊 各位亲朋好友 感谢光临逼人的生日宴 这宋妈妈虽然四十来岁了 但是这状态看起来 却只有三十岁出头啊 反倒是他老公 你有所不知 当年宋妈妈 可是风靡云乐式的交际花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嫁给了这个 看起来有点吐气的老公 宋妈妈 今天看起来真年轻 反倒不像我们雨摇的妈妈了 更像姐妹 这不是赵公子吗 真会说话 这是送给宋妈妈的生日贺礼 这手镯外观具有很强的质感 透明度好密度高 肉质细腻 莫非材质是老坑兵种 价值不菲啊 哎呦 赵公子果然是大户公子 不像某些人 爸 妈 这是我男朋友张义 叔叔阿姨好 男朋友 他配吗 我倒是要看看张先生这次准备了什么贺礼 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 叔叔阿姨 这是我刚炼制的助言丹 除了可以青春永驻 延年益寿 就都什么狗屁高耀 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人信这个 助言丹 这是什么东西 听都没听过 哎呀 穷人都爱用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吧 别拿你们穷人的那一套脏东西来玷污了我们 你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骂 识相的话快滚出去吧 那你不是石乐志 你这什么表情 还敢骂我 保安 快来把他给我拉出去 快走 快走 妈 快叫他们停下 他是我男朋友 女儿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就别管了 交给你姑妈处理吧 这气味和惊涩 哎呀 这不是周老吗 欢迎周老大甲光临 不知这两枚丹药 是谁丢在这里的 糟了 肯定是这种低劣的东西出现在这里 影响了周老对我们的看法 周老 这是一个服务员掉在这里的 人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周老 小心这东西脏了你的手 快扔了吧 你们在说什么 这可是品质上乘的助严丹 价值连城 而且是有价无事 周老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看起来不过是很普通的一枚丹药吧 看错 我钻严丹药数十年 还要你教 啊 是是是 是我看错了 被你们赶走的那人呢 在那儿 正义 先生请留步 这位先生 请问 这两枚丹药从何处得来 这是我昨日 用电磁炉炼制的 什么 电磁炉 先生为何不用炼丹炉 难道是电磁炉 能够更好地控制火候 也不是 只是刚好 恰没有炼丹炉 如此随意就炼制出上城铸炼丹 放眼整个云乐室 空无第二人 大师竟有如此高超的炼丹术 今日不知 可否指点老朽一二 今日恐怕不行 这不 有人要把我赶出去吗 请问是谁要把大师赶出去 宋马 这 咋办 没想到 这穷小子身藏不漏 连周老都敬他三分 你赶紧上去道个歉吧 我们宋家不能得罪了周老 周老 是我办事不周到 我向你道歉 你不需要向我道歉 你应该向张大师道歉才对 张大师 是我错了 还请您大人不见小人过 我这种下等人 可受不起你们上等人的道歉 这种女人留在雨妖身边 迟早是个祸害 得让她吃点苦头才会老实 你 给我下去 还嫌不够丢脸 张义 看在小女的份上 就原谅她姑妈吧 这宋妈妈才是个狠人啊 张义 你就原谅姑妈吧 她也是一时气头上 雨妖还是太善良了 你姑妈都收了钱要把你卖了 你还替她求情 既然你开口了 就算了吧 不过 这也是我喜欢雨妖的原因了吧 张大师 我这儿有个蛀炎蛋的配方 请您给看看 哪里出了问题 啊 大问题没有 我帮你调整一下就好了 这个人看起来 对炼丹术深有研究 现在帮他个小朋友 日后也能让他 帮我找一些稀有药材 毕竟夏老在这一方面少有设计 肯定不如他资源丰富 妙啊 妙啊 果然是能炼制出上品助言丹的大师 大师 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在下一定鼎力相助 今日就先告辞了 嗯 好 真是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炼制出上品助言丹了 宋妈妈 其实我今天来 是向雨妖求婚的 不知二老啥意见 废物终究是个废物 不能把你爹变成周老吧 现在周云青不在了 看你还嚣张个屁 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 我看 女儿的婚姻大事 还是由她自己决定吧 啊 那宋妈妈的意思是 今天要是答应了赵京城的求婚 那就是拆散了张艺和雨妖 这个张艺 看起来深藏不漏 今日不宜得罪她 我看 今日不适合订婚 还是责任在定吧 可恶 这女人收了我这么多好处 说好的今天答应我与宋雨妖的婚事 如今竟然反悔了 张艺 我已经和我爸妈说了 今生非你不嫁 雨妖 我不会让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 张艺 你给我等着 我定要你好看 我们走 张艺 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傻话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这一事 谁也别想分开我们 喂 堂弟啊 现在有空吗 哟 堂哥 听你这口气 是谁又惹你了 还是堂弟懂我 你帮我教训一个人 没问题 又是哪个不怕死的惹了堂哥 一个叫张艺的穷小子 本来也不需要叫你来 不过这次事情比较重要 谁 张艺 是不是云海市高中的高中生 好像是 雨妖也是那个高中的 堂哥 这个张艺不能惹呀 上次我跟他交过手了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感觉此人深不可测 秦 废物 连个高中生都打不赢 每年占了我们家多少好处 关键时候靠不住 再能打也是个废物 人和人从一出生就有不可逸越的迷勾 张艺 我要让你看看 我如何把你揉虐在手里 不行 地球上的灵气太细薄了 人王体的修炼 遇到了瓶颈 得找一块灵气充裕的地方才行 那是什么地方 灵气都被那里的阴气吸收了 怪不得这附近灵气这么吸引 同志们都怪我 是我连累你们了 看样子 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 我胖子真的什么也没怕过 根本没想到会这么死啊 胖子 叫了你不要乱拿东西 这下糟了 我们被识别包围了 今天恐怕要交代这儿了 坐羊场 你们难道是盗墓贼 同志 说话放尊重点 我们不是盗墓贼 我们是摩金校尉铁三角 那还不是盗墓贼 你 嘿 胖子 少说两句 这人好像救了我们 别了了 识别群又来了 这下死定了 他就以普通高中生 有什么本事救我们 我去 这人会法术 我们这是穿越到修仙小说了吗 什么声音 受刺耳 受刺耳 是诗音 是诗笔的母虫 糟了 雪梨 救命啊 我不是想死啊 别急 这次带上大家伙 刚进去 没带大家伙 这次有了大家伙 管他什么狗屁诗笔 我胖爷全给他打成筛子 正好要进山洞 探查一下阴气异常的问题 跟着这俩火宝 一起行动也好 臭诗笔 都听死吧 高中生 你那点小戏法 可不能跟这大家伙比 不想死的话 就躲在胖爷身后 要是到处乱跑 胖爷可不管你 好的胖爷 胖子别开枪了 真点弹药 快追 他们要逃跑了 糟了 胖子上头了 我怎么感觉跟着这胖爷 要把自己打上去 胖子 别乱追 我去 好大一只狮狮 不好 那是雪梨 雪梨在上面 胖子 趁大狮狮还没反应 赶紧杀了他 得赶紧把雪梨救下来 乱立 这么大一只 我们是对手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雪梨要紧 完蛋了 死蛋竟然对他一点伤害也没有 胖子 快把手链扔出去 大石鞭 胖爷就是跟你拼了 我去 完全没用啊 完了 把他惹怒了 大石 快救救我们 你刚才不还很牛吗 你们这大家伙都打不动这石鞭 我这小戏法更没啥用了 大石 是胖子不懂事 昨天他向你道歉 快救救我们吧 对对对 是我胖子的错 我叫大石道歉 救大石大人不尽小人过 救救我们吧 好吧 那我试试 搞定 我去 一拳那尸啊 这也太巧了吧 看来这大石鞭 只是吸收了太多阴气 滋润了肉身 但是连灵根都没形成 怪不得我一拳 就能把鞭壳轰烂了 去 做了 打伤了大石鞭 把小石鞭都惹怒了 真是没完没了的 还来 刚刚一拳只轰烂了你的鳖壳 这一拳 定要把你轰个稀巴烂 这小石鞭咬的伤口有毒 糟了 大石出事了 大石救了我们 我们不能不讲义气 胖子 跟我杀上去救大石 好 妖怪 快放开大石 哼 想不到这几个盗墓的 还挺讲情义 不过 区区识别毒 也想伤我 取我一拳 去死吧 这下结束了 幸好有人忘体 要不真给这识别毒暗算了 你们快看 啊 原来阴气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刚刚注意力都放在大石别身上了 没注意到 我要下去 看究竟 大石 大石 小心啊 这个坑很诡异 洞穴内部空间还挺大 白补正 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人的幸运 埋葬一次 你 罪魁祸首找到了 所有阴气都朝着那边去 原来这里聚集大量的阴气 是因为它 啊 有点眼熟 这东西莫非是传说中的人间质宝 太碎肉灵脂 怪不得有这么多尸体在这 看来 全部化作了它的养分 传说这个东西 以死人身上的阴气为实 而这些尸鳖 就是它的杀人帮手 不 它盯上我了 这些红线是什么 糟了 这些东西在侵蚀我的意识 手脚也被捆住了 现在根本无法动它 别挣扎了 从来还没有人类似 逃脱我的手掌 什么 你才是太碎肉灵脂的真身 你这妖物 竟然有自己的意识 为了骗我卸下防备 换成无害的样子 太狡诈了 现在知道 已经迟了 毕竟毫不出我的手掌心 马上就会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来吧 来和我成为一体 慢着 这个人类身上 有一股好奇特的力量 我似乎在哪儿见了你 在哪儿 我想起来了 这是 人王命 不好 居然被它挣脱了 哼哼 还好有人王体制身 要不还真要阴沟里翻船 给你得逞了 现在 我们到我们了 是 怎么回事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不是想和我成为一体吗 臣妾 来吧 我果然被这个人类 气死干净了 啊 这是 天哪 力量 啊 总算解决了 这趟 也是因祸得福 回到这个世界 第一次吸收了这么多引起 修为也长了好多 按照这个世界的算法 应该至少是宗师境界的吧 更何况 还有这个意外之喜 你以后 就为我所用了 大石这么久都没上来 看来底下凶险异常啊 估计人是没了 可惜了 大石这么年轻有为 前途一片光明 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往下跳呢 你们快看 它上来了 天哪 这么深的洞 它怎么跳上来的 大石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没想到 你竟然没死啊 通福 暂时还死不了 有消息 谁会找我 羽瑶 周一 你在哪儿 快来我家 出事了 莫非赵金城贼心不死 又来搞事 还是羽瑶父母临时变卦了 不行 我得赶紧去看看 好了 各位 我现在有要事去办 就到这里了 咱们就此别过 山水有相逢 日后有缘再会 大师 保重啊 大师 哪天你要是来北刘市 记得叫胖爷的名号 我一定会偿还今日的恩情的 胖爷赵你 刘经理 刘经理 稀客啊 你日理万机 怎么有空来送家做做 哎呀大妹子 你现在不用对我说这些客套话 嗯 实不相瞒呢 我这次来是受赵金城少爷 行 要你们尽快够还欠赵家的两千万 也怎么年纪大吧 现在赵家的业务 基本是赵金城少爷在负责 所以现在赵家谁说了算 你还不知道吗 赵少爷对我们宋家的态度 向来很好 突然找查 肯定是上次生日宴 因为张义那个穷小子 得罪了赵公子 现在看来 就算那穷小子 认识几个大人物 也没有一个有钱的爹有用啊 刘经理 赵少爷的意思我们明白了 上次是我们不对 你能不能回去 替我们通融通融 好说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少爷更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只要你们答应少爷 和宋小姐的婚事 少爷说了 可以考虑考虑 妈 不能答应他 我才不会嫁给赵金城 我也不同意 女儿的婚事 应该让他自己决定 你不能为了你的事业 再把这个家拆散了 闭嘴 你们以为我是为了谁 如果你但凡有点男人的样子 我这些年又能让这么辛苦吗 妈 大妹子 现在是怎么个意思 给我个准话 是答应呢 还是不答应呢 我好去回赵少爷 不用问了 他们不答应 让赵金城滚 臭小子你谁啊 这里哪轮到你说话 我是你爹 你再敢拿手指指我 废了 我的手 放开 你们愣着干嘛 给我打他呀 放手 快放开刘经理 死六历 对了 经理再来的人都被打开了 张医 少爷 少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正好 你们回去告诉赵金城 他忍错人了 我的女人 不是他能消息 这张医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这么能打 他也不怕得罪狠的赵金城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我好害怕 我怕我差点就要嫁给赵金城了 我在呢 别怕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张医 阿姨求你放过羽瑶吧 这事情不是打架能解决的 赵家的权势滔天 我们宋家 实在招忍不起啊 这下珠宝店是保不住了 都怪你 方才的话我都听到了 这珠宝店多少钱 我买下来吧 以后就回羽瑶了 什么 就凭你这穷酸样 还要买珠宝店 回去撒泡尿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身上 有几个子再说 张医 我知道你是为了羽瑶好 但是现在赵家要两千万 我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的 所以珠宝店 至少要买两千万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 孙阿姨 放心 你们给我两天时间 欠赵家的这两千万 我来给你 笑话 这是我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买两千万 我看你两万都拿不出来吧 在这打肿脸抽什么胖子 张医 阿姨也不是非要做拆散你们的坏人 只是这两千万 可不是小数目 我可以给你两天时间 但如果到时候 你拿不出两千万 以后 你再也不能与羽瑶相见 你可同意 到时候她拿不出两千万 就可以顺理成章同意羽瑶和赵京城的婚事了 没问题 就这么说定了 钱不是问题 但是不能让赵京城 继续逍遥下去 闻 是张先生吗 夏老 是我 云乐是赵家赵京城 你认识吗 帮我查查这个人 好的 赵家赵京城是吗 以前他父亲掌事的时候 倒有很多交集 后来 换了他儿子赵京城 就很少来往了 他与他父亲的行事作风 完全不懂 怎么 莫非是他 哪里得罪了张先生 帮我查一下赵家的体系 越详细越好 以后我不想看到赵家 继续留在云乐市 赵京城也别像有机会 对我的女朋友纠缠不清 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事说难不难 刚好我手上 有一份赵京城的犯罪证据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夏老有话直说 不过这件事 牵扯深大 不适合在电话里谈 张先生 如果有空 可以来一趟我府上吗 我亲自把文件交给你 好 我马上 宋妈 我看在羽妖的面子上 已经够尊重宋家了 但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光推脱欠款 还把我的人打成这样 是在挑衅我吗 不是的赵少爷 你听我说 都是因为那张义 不过我和他 已经定下了约定 你放心 哦 是吗 两天后他拿不出这两千万 你可不能反悔 一定要把羽妖嫁给我 张义 屡次三番坏不好事 该结束了 两天后我要彻底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看清神与狗之间的差距 就凭你也配合我争 夏老 你说的犯罪证据到底是什么 神神秘秘的 竟然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张先生 请看看这份文件 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 这些 好一个赵金城 真是个垃圾 既然你们手上早就有这份文件了 为何不直接把文件交上去 索性将赵家一国端了 难道你们和赵家有勾结 所以才替他们瞒下这些事 张先生严重了 我夏国雄 虽然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绝不会参与这种肮脏的勾结 自从赵金城上位后 更和赵家业务断了往来 只是 这件事牵扯过大 我夏家虽然在云乐市有点势力 但是事情太复杂 恐怕 一旦夏家之身下场 凡会落得万劫不复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的顾虑我也明白 此事确实有些复杂 张先生 现在打算怎么办 你想从哪方面入局 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说 我夏国雄 一定鼎力相助 不急 此事要慎重 对了 周云青为人怎么样 和这件事 有没有牵扯 应该没有 我和周云青接触不多 不过 他还算个正直的人 赵金城收买谁 也无法收买他 那就够了 这个赵金城 私下还干这种肮脏事 单大包天 罪不容诛 这下 我更不会放弃 雨瑶 这两天时间已经到了 怎么还联系不上张义啊 那小子不会后悔的吧 怕是吹牛吹大了不好收场 人跑了吧 雨瑶 你也该看清那缩头乌龟的真面目 张义说他要来 就一定会来的 现在联系不上 他不会出事了吧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来晚了 这样大家久等了 张义 这两天你干嘛去了 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好担心你啊 老倩 老倩 我应该和你打个招呼 张义 你还真敢来啊 今天必须让你有来无回 只办了点事 让你担心了 你没事就好 张义 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以为你拿不出钱跑路了呢 怎么 两千万筹到手了吗 不劳赵公子担心 两千万 我还是拿得出的 不过劳烦赵公子 拿了钱后欠一份合同 这样珠宝殿 就归雨瑶明下了 防止后面产生其他救护 哪来这么多废话 有钱就赶紧交出来 我就不信你真有两千万 你就别瞎逞强了 老老实实放开雨瑶 请各位稍等 说好的两千万 我一分都不会少 夏老 转账吧 两千万 已经叫人转到你们给的账户了 这会儿 应该已经到账了 你查收一下 如果没问题 就签合同吧 你小子最好别是在吹牛 去查一下 是不是有两千万入账了 是 赵爷 你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 这张义 不会真有两千万吧 不好说 这张义真让人有点看不透 他上次拿出作严单时 也是这么气定神仙 赵总 查到了 刚刚确实收到个人账户 张义的两千万转账 您看 怎么可能啊 这穷鬼哪来的钱 这 他居然真的拿出来了 既然已经收到钱了 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 赵公子 在这里签个字 盖个章吧 怎么 看赵公子一副不甘心的模样 赵公子这是想反悔 去拿我的公章来 少爷 给 张义 阿姨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以后宇瑶就托付给你了 哎呀 张义 看来真是我们宇瑶 虚贵人了 以前呢 是姑妈错怪你了 呀 你干什么 别废话了 你这样的视力嘴眼 我看腻了 看在你是宇瑶姑妈的面子上 今天我饶你一命 今后 您要是再敢打宇瑶的算盘 我定不会饶你 滚吧 不敢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张义 谢谢你 雨昂 我们走吧 不要再为这些无关的人 浪费时间 嗯 怎么 张义 这就要走了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怎么 合同都签了 赵公子还有事 出来吧 这不是那天 挑战我的手下败将 他和赵京城是一伙的 张义 又见面了 还有旁边这个老头 好强的气势 看着就不像普通人 张义 我这里岂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别的是算清了 可咱们的恩怨还没解决呢 你们俩急匆匆地找我来 我倒是哪路的高手 必须要我出手才行 原来 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叔叔 这张义功法诡异 上次我就是因此吃了大亏 您千万不可大意 子涵 你也太过谨慎了 叔叔可是鼓舞大师 在整个云乐市都少有对手 何况一个张义 赵京城 如果张义有什么地方 冒犯到你的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今天 就放我们离开吧 对呀 京城 两千万也还到你账上了 按道理 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给阿姨个面子 今天就算了吧 算了 不可能 除非张义跪下了向我道歉 并且承诺永远滚出云乐市 否则一切免谈 赵京城 我今天本来不打算亲自动手的 毕竟我对你的下场另有安排 但既然你找死 就由不得我了 雨瑶 你退后吧 张义 别嘴硬了 你再狂也不可能是我叔叔的对手 我叔叔可是鼓舞大师 失去的话 赶紧跪下道歉吧 等我叔叔把你揍得满地找牙 就迟了 管你什么鼓舞大师 这老头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你们要不三个一起上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小子 休得张狂 你竟敢如此羞辱老夫 明天就让我教你做人 去死吧 是吗 不过如此 这样的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交张 不对 此人不简单 这其实 似乎是鼓舞大师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有这般实力 成得上是一代天才了 什么 这张义也是鼓舞大师 岳阳 你这男朋友到底什么来历 不光有钱有人卖 竟然还这么能打 越看越不像个普通高中生 我也不知道 自从那天起 张义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小子 我本来跟你也没什么仇 你若向我两位侄子道歉 你与我侄子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将你收入我门下 你看如何 道歉是不可能的 就凭你还想要收我为徒 太自不量力了吧 小子 我劝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虽然同为鼓舞大师 但是从你刚刚散发出的气势看 也只是刚刚踏入鼓舞大师前期 而我却是接近鼓舞大师后期的实力 别看这中间虽然只相差一个小阶段 但是实力却是相差甚大 我劝你 还是趁早认清刑事 我已经给你台阶了 谁告诉你 我只有鼓舞大师的实力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 啊 好诡异的气势 你 不好 他身上的气势在飙升 好快 剁不开了 可恶 这是 鼓舞宗师的气势 不可能的 你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你 还不配评价我的实力 臭小子 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弄得这么丢脸 我要宰了你 那你就试试看吧 什么 又接住了 看来我完全不是此人的对手 难道我今日 就要宰在这里了吗 你们还愣着干嘛呢 没看见形势不妙 快跑啊 快走 叔叔竟然输了 想跑 没门 今天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山洞里得到的东西 正好派上用场 这是什么 放开我们 叔叔 快救我 我不想死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竟凭曲曲线绳 就想困住老夫吗 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了 别浪费力气抵抗了 太岁肉灵汁的红丝 岂是你这样的普通修士能化解 不要啊 好痛啊 放过我吧 糟了 这东西 这东西能够 吸食人的惊喜 我没力气了 你们这几个该走家伙 去死吧 承意 你怎么了 你的状态似乎不对劲 既然已经赢了 那放他们走吧 我想他们之后 不敢再招惹我们了 续瑶 你还是太善良了 这些人不值得同情 无论落到怎样的下场 都是他们应得的 哪来的警笛上 谁报警了吗 太好了 我的救兵来了 赵京城在哪 张队 我在这儿 快救我 有人要杀我 张义 你完了 张队 就是这人要杀我们 快把他捉了 他就是个危险分子 我今日来是为了你的案子 和其他人无关 赵京城 现在我要拘捕你 这是代不力 看来周云青终于行动了 没想到灵辅手 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来 亏他平日装出一副 为国为民的样子 背地里竟然灭世法规 无法无天 简直岂有此理 你放心 我会吩咐下去 这些人 一个都不准放过 所有参与其中的 全都要追责 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罪人 逍遥法外 张先生 幸亏你有这么权的证据 我一定会把他们 整个利益集团 都挖出来的 客气 除不安良 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那就交给周老了 什么 张队 你有没有搞错 我藏得这么好 怎么会被发现 明明看见这人 要杀我们你不捉 反过来要捉我 你是不是事先和他构结过了 你们陈菊呢 我要接你们陈菊 陈菊现在也自身难保了 他已经提前被关进去了 哪还有空管你 什么 陈菊也被关起来了 毁了 难道又是这个张义在后面搞事 不可能啊 他一个穷小子没钱没事 身后又没有靠山 怎么知道我们这种事 不用挣扎了 一切证据确凿 老老实实 和我们走吧 等会儿 别动我 我要见我的律师 让我们赵家的金牌律师过来 叔叔 我们现在怎么办 管不了了 快走 等那人想起我们就跑不掉了 两个胆小鬼 今天就暂且饶你们一条狗命 下次再撞到我手上 就没这么好运了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几天都忙什么呢 完全看不到人 我正要去找你呢 啊 出什么事了 就我之前 和你提的英语细的 杨 杨燕 他终于接受我的表白了 今晚组了个局 和他的闺蜜一起 算是确定我们的关系 在玫瑰酒吧 晚上九点 老大 你可要来给兄弟捧场啊 杨燕 确定有关系 上一世就是今晚 胖子被打断了双腿 只能在轮椅度过下班上 老大 你怎么了 有在听吗 如果你有事去不了就算了 没事的 去 干嘛不去 上一世我正好错过了这件事 让你们害得我最好的兄弟 断了双腿 这一世 我要让我付出代价 开起来 杨燕 我们来了 啊 朱浩你终于来了 坐吧 今天穿得挺帅嘛 像一个 这不是我们学校胆小聪明的张义吗 怪不得看着眼熟 朱浩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你不想丢人啊 黄絮 别胡说八道 连武道社的赵子航 都被我老大一拳给打败了 谁会信你的鬼话呀 没事 胖子 别理他 哼 这些家伙是有眼不知泰山 真后悔那天没有拿手机拍下来 否则肯定亮瞎这些家伙的狗眼 杨燕 这条项链是送给你的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我特意挑了很久 这项链得好几万吧 让你破费了 不不好意思 杨燕 你眼光真不错啊 他还挺舍得问你花钱 你这么快就找了个 对你又好又有钱的备胎 快教我点方法 什么备胎 别乱说话 让他听到就不好了 可算让老子找到你了 我看你还能去哪 杨燕 是诚哥过来了 他不会对你还没死心吧 杨燕 你果然在这里 这儿可都是我的地盘 不如老老实实从了我吧 快跟哥回去 你要对我的女朋友干什么 快放开他 小子 你找死啊 老子今天倒要看一看 我能不能逗你女朋友了 兄弟们 给我揍他 你们几个男的 也不上去帮忙 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揍住号吗 开玩笑 这可是陈哥 谁敢上去啊 大学城这一片 谁惹了陈哥都没好下场 杨燕 这怎么办 你男朋友一会儿要被揍死了 能怎么办 是他自己多事惹弄了陈哥 我也没办法 胖子为他出的头 可情啊 这女人心里根本没有胖子 果然是一群人渣 胖子前世就是被他们连手害了 幸好这一世我来了 一切都还来得起 喂 你现在看清楚 你教的都是些什么猪捧狗友了吗 那些人在你有危险的时候 只会冷眼旁观 要不是我在这儿 你这辈子 又只能坐轮椅了 老大 我 你竟敢打我的人 臭小子 笑你多管闲事 我今天非把你们的双手双脚给废了 自料理 不是说这张义是个胆小出名的废物吗 既然这么厉害 陈哥一群人都打不过他一个人 太好了 珠浩 原来你大哥这么厉害啊 之前是我看走远了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早说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个陈哥了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明明刚才还在抱怨胖子鲁马 见局势一变又换了态度 你还真不要脸 上一世胖子被你害得双肚残废 只能在轮椅度过下半辈子 今天 你也必须留下你的时间 老大 算了吧 她好歹是我的女朋友 反正 我这不是没多大事吗 上一世胖子因为你 在轮椅上坐了一辈子 下半生全被你毁了 作为赎罪 这半年 你就在轮椅度过 免得再给胖子 照顾示威 喂 小五 什么事 我的腿 珠浩救救我 张先生 不好了 出事了 东方无心又带人去红霜武馆踢馆了 而且红衣武馆赵训日 已经跪向他们了 现在咱们孤立无援 我只能求助您了 这可怎么办啊 踢馆红霜武馆 那儿的馆长名字 可是叫叶红霜 对 张先生认识红霜武馆馆长 你为故人 从前有些娇气罢了 事情我都了解了 你先过去 我马上等 胖子 你先回去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速射击 叶红霜 滚出来 东方无心 你天纵武道社一向霸道无礼 我们也对你一再忍让 为的就是云乐市武道社 能够和平发展 如今 你竟然带外人 要来吞并整个云乐市的武馆 简直气人太甚 你们这些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 说什么只有为了强身健体 才是弘扬正确的武道 在我看来 不过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林乐市的武道 只有在我的统治下 才会重振辉煌 一派胡言 你的道不过是歪门邪道 东方无心 来一架高下吧 今天 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 别急着找死 今天可不是我跟你打 这是我请来的外员 柳川先生 实力非同凡响 今天 就由他来挑战你 请赐救 你就是传闻中的柳川 据说这柳川两天内 打下无数云乐市武馆 而且皆是一招至上 全是无一敌手 没想到 竟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青年 他年纪轻轻就有这般修为 不简单 叶红霜你出招吧 柳川先生都会让对方一招 因为只要他一出手 都是一招至上 到时候 你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小头狂妄 东方无心 你太无礼了 想挑战红霜无管 就先让我和你交手吧 你不配和我师父交手 萱萱 下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师父 可是 下去 傻孩子 身为师父 哪有让徒弟出面承担的道理 柳川先生 既然你让我先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接招吧 赤红拳 居然是赤红拳 叶红霜的成名绝技 没想到叶红霜一上来 就用出自己的最强招式 这是要一股作气压倒柳川呢 而且这气势 是已经达到画境巅峰了 这叶红霜才三十出头 此女的天赋 的确可以雄傲一方 不过 可惜她的对手是我 在我的面前 只有这样的实力可远远不够啊 什么 我的赤红拳竟然被贴住了 真弱呀 我还以为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 糟了 手抽不出来了 我完全动它不得 世俗的鼓舞者 真是太弱了 没有一点挑战性 真叫人失望 今天 刚好就拿云乐市四大武馆之一的 红霜武馆杀鸡进头吧 有你的性命庆祝新武道的诞生 师父 不要啊 能把内力 转化成冰霜 你是不是认识我的父亲 张尘海 是你 上次就是你搅合了我的好事 你这次还敢出现 这是 张义 他怎么来了 你终于来了 上次是我大义 才会让你伤到 虽然你很强 但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别废话 我在问你 认不认识张尘海 老师把东西交出来 上面交代过了 只要你交出东西 可以饶你不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没有你们要的东西 请你们不要再纠缠不休了 妈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爸认识的人吗 云慧 快带孩子走 这里危险 可是 你怎么办 别管我 走啊 好 你千万小心啊 小义 咱们走 妈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爸他还在那儿 爸 不要啊 你们别杀我爸 爸 什么张尘涵 不认识 比起这个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只要被冰霜缠住 就别想逃脱了 乖乖地给我等死吧 糟了 张先生和夜馆主被困住了 行事不妙啊 我要上去帮他们 不急 张先生会有办法的取取冰霜而已 你要对张先生多几分信心哪 撤 你我碎 这怎么可能 我内力化成的冰霜 没有这么脆弱 张先生 夏老 夜馆主就交给你们照顾 剩下的 就交给我们 有点意思 先前的对战 连热身都不算 回到这个世界第一次 遇到稍微能打的对手 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有什么招式就使出来吧 否则 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既然你找死 我就不客气了 冰刃三连 是 就这 怎么会 冰刃都拿他没办法 夏老 这少年是谁 好强大的实力 我怎么以前从未见过 张先生 是夏老刚结交的一位宗师 宗师 是 师生竟然 有这么年轻的宗师 是 没意思 就这点把戏 别敢上门打这儿 吃我一招 人亡权 就算攻击对你没用 但你是不可能 击放我的冰甲的 是吗 来吧 那就让你 开开眼 我的冰甲 不可能 不可能 就算你装傻说不认识我妈 我也有办法让你开口 看你担忽 还怎么嘴硬 后悟还朔 柳川先生也输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 连古武大师柳川先生在他面前 也毫无招架之力 张先生 您这是要干什么 这个人和打断我父亲双腿的人有关系 但是不说实话 我一定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原来如此 说起这个 张先生 前天我亲自跑了一趟阎京 查出当年伤您父亲的人 和燕京来的孙智阳有关 哦 那个李小卢呢 他和孙智阳有没有关系 据我查到的情报 他和孙智阳一起 也是燕京来的 果然 我就知道 这里面有阴谋 从一开始遇见都是算计好的 为的就是通过我 接近我的父亲 是我害了我吧 我因赵 我得单独审问李川 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情报 说吧 你认不认识张尘海 报告主人 小的不认识张尘海 看来当年打伤父亲的几个黑衣人 没有李川 但他一定来自同一方势力 把你的来历一五一十告诉我 一个字都不许漏 好的 报告主人 小的来自九幽组织 九幽组织 张先生的敌人 竟然是九幽的人吗 那棘手了 哦 这是什么事 九幽组织 是一个传承几百年的杀手组织 历史上威名鹤鹤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是九幽最活跃的时代 多国高层遭到刺杀 各国震怒 于是联手集结最强大的鼓舞者 对其倾角 但是奇怪的是 最后参与倾角的人 全数失踪 不过自此之后 九幽组织也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 如今 他们竟然卷土重来了吗 我明白了 九幽组织的总部在哪 到底是什么原因 再盯上我们家 又为何要伤我父亲 怎么回事 难道控魂术失灵了 我的头 好痛 我知道了 柳川的头脑被人施展了禁锢术 怪不得我的控魂术突然失灵了 那群人果真狡诈 好痛 别杀我 别杀我 别别别 别杀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还不快拦住他 夏朗 不用追了 他已经疯了 禁锢术摧毁了他 虽不一次神志 多谢张大师出手相助 帮我洪霜武馆 度过此次危机 如此恩情 洪霜定铭记在心 洪霜姐客气了 不过举手之劳 以后洪霜姐的事 就是我张义的事 上一世我绝望无助的时候 是你收留的我 您还好吗 需要帮忙吗 现在一切都变了 洪霜姐 这一世 就让我来报答你吧 夏朗 东方无心等人 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是 张先生 我只有一个要求 以后不要让我在云乐市 再看到他们 我向您承诺 这几人再也翻不出浪花了 我是不是在哪儿 见过张大师 总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说有人听令 给我拿下东方无心 今天 你们休想走出 武馆大门 到我们算账的时候了 你 你们 现在看来 李小如和孙志阳 从一开始 接触我就是设好的局 他们的目的 就是我的父亲张尘海 可恨 我就这么被他们轻易利用 不过一个古老的杀手组织 不可能如此千方百计的 要对付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身上 一定有他们非常想得到的东西 这么看来 父母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 他们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刻苦我借 有千丝万物的怜惜 不过 不论怎样 伤我父亲的罪魁祸首 总算露面了 九优 我一定会亲手灭了你 早啊 早 老大 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都失踪几天了 我们根本帮你瞒不住 你再不回来 辅导员都要杀到你家去找人了 有正事 这不是回来了吗 张大师 是你吗 张大师 我 张义同学 昨天果然是你吧 太好了 我没有人做人 多谢你救了我师父 我去 这不是斑花吗 老大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不止拿下笑话 现在连斑花也来投怀送报了 老大厌负不浅呢 班长 张义 你在干什么 快把萱萱放开 拉拉扯扯离那么近 你小子是不是对萱萱不怀好意 你一时太激动 张义不会嫌我太不矜持吧 张义 你竟然在学校忽然性骚扰女同学 来报个辅导员 让学校开除你 沈俊 别乱说 我只是为了感谢张义昨天帮了我 感谢 感谢为什么要帮得这么近 我才不信他没有其他心思 沈俊 你是我什么人 你的手关名也太长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 萱萱 难道你跟他 你跟他 萨萱已经勾搭上了 我跟他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你可以来操心的 沈俊 麻烦你以后离我远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受够你了 你究竟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 而且胆小怯懦 我真没有任何优点 你怎么能看上他 沈俊 富二代 据上一世的记忆 除了爱显来 倒也没犯下什么大错 我堂堂人亡 也懒得搭理他 张义 你在笑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很可笑 别以为你就赢过我了 沈俊 你干嘛 你敢动我老大 我跟你拼了 怎么回事 这诸侯以前看见我都要绕着走 现在竟敢推武 你 还有这张义 在全校出了名的胆小懦弱 现在竟无心 给人一种不怒而微的感觉 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真是服了 张义 我们走 别理他 让他一个人在这唱独角戏吧 你们 上课了 都找位置坐好 同学们 今天在上课前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难道是咱们班里的同学 又有人拿了什么奖项 是沈俊吗 只有他了吧 这沈俊也太厉害了吧 堂堂东盛国际的公子哥 学习成绩还这么好 这个好消息 的确跟沈俊同学有关 不过呢 这次不是拿了什么奖项 而是沈俊同学 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来 沈俊同学 你来说 张义 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 父亲是个残疾人 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我这里有个机会 三万块钱一天 三万块钱对你而言 应该是一笔巨款 我可以优先给你一个名额 好好干 这对你的家庭应该是个不小的帮助 我去 三万块一天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枯燥无味 老大 要不 如果是以前的我 确实很缺这笔钱 沈俊同学真的很细心啊 对于班里同学家里的情况都很了解 张义同学家里的情况的确困难 占这个名额也合情合理 张义同学 还不赶紧谢谢沈俊同学对你的帮助 谢了 这点小钱我没兴趣 你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吧 张义这家伙是脑袋进入人吧 这么好的事情竟然不要 有没有搞错 三万块也是小钱 真能装 明明家里困难还死要面子 按说张义昨天能轻松打败古武大师 理应不缺钱 只要他愿意出手 多的是人抢着重金聘请 但是张义家境贫寒 是全班公开的事情 难道 是我们误会了吗 张义 别给脸不要脸 稍等 我接个电话 喂夏老 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在学校呢 张先生 明天云乐市有一个最顶级的拍卖会 到时候 云乐市各大家族社会名流都会到场 不知道张先生感不感兴趣 我为您预留一个位置 就是拍卖会 不必了 古玩珠宝那些 我没兴趣 张先生 性别挂 是这样的 到时 不仅有一些古玩 据说这次 还会有神秘的法器拍卖 我猜您可能会需要 法器 不知道是不是 我理解了那个世界的法器 反正明天没事 那就去看看 好 我参加 麻烦夏老了 我会再带一个朋友 好的 到时候 张先生报我的名字就行了 我在拍卖会上 恭候你 胖子 明天你没有安排吧 跟我出道门 明天带你 去拍卖会看看 张义 你是说你自己要去拍卖会 我怕你到时候 大门都进不去 说不定到时候 被赶出去的是你 张义 两个土包子 你们以为拍卖会 是能随意混进去的吗 你们等着瞧 听说这次拍卖会 各大家族都会到会 没错 据说肖家的人也会来 我听闻这次拍卖会上 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肖家 就是那个传说拥有 半部宗师的肖家 那一会儿可得上前攀谈几句啊 你们看见张义了吗 他怎么还没到啊 你还真信他会来啊 就他那穷酸样 有什么资格来参加 这种级别的拍卖会 张义 他看起来才不是追牛的人 干嘛 轩轩 你在找谁啊 张义同学还没到吗 你一定对他很失望吧 沈君 不 沈少 您来了 这张义估计早躲起来了 哪儿还敢来 出了学校 他哪儿配和您出现在一个场合